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活到最后 爱到最后 我是欧阳文峰 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FM榴莲台 榴莲当头 我是恩齐 特高赵 我是威尔 连马成峰 我是佳马 是的 在我们的今天呢 谈的课题呢 就会是关于到学生 我不知道学生这个字离 离你们多远了 很远了是不是 在两年前的事情 我现在也是一个学生 是吗 我是一个学生 我是小学生 小学生 难怪来乖老师在这边教你 我在老师面前 我要老师抱抱 我要老师抱抱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老师 我们请我们的帅哥老师 跟你抱抱 好我们跟介绍 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studio里面 有两位嘉宾 就是很明显老师 也是独中少年的 这个辅导老师 还有这个吴传 饶老师 对吧 本身也是这个 独中辅导老师 那我们今天呢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学生 我们也发现到说 这个年代的学生 可能跟您们那两位嘉宾的 当年的学生状况 有一点不同啊 因为现在来到这 应该算是90后了 面对着这个整个社会环境啊 成长过程的一些变化 那可能当初的压力 跟当 你们当年的压力 跟今天这些学生的压力 已经不太一样了 那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位 何敏贤老师啊 本身呢 是这个台湾人类 性学所认证 认认就是所承认的 合格性教育老师 性咨询师 在独中工作 已经也有20多年了 都是大部分接触的 都是这些年轻人啊 应该也是见证了 这20年来的 青年的一些转变 是吧 各位听众 听众大家早安哦 这10多年来 我都一直在青少年的工作 如果讲到在青少年来讲呢 可以说是非常头痛 越来越头痛 对对 越来越头痛 而且心里面的负担 也越来越沉重 因为他们跑得太快了 他们跑得太快 而且在物质上的诱惑 也太多了 所以今天的青少年呢 已经不再像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知道 学习读书 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诱惑 但是今天的孩子们呢 他们的诱惑时间太多了 物质上的啦 还有他们的手机啊 电玩啊 很多 所以导致到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 会不会影响到 他在学习上的一个压力 我看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 那么在我的这么多年教学里面呢 我借过的个案 我看到的学生 当然有些是父母也有了 好像之前我有一个个案就是 他的压力是蛮重的 那个初中医生 他来自 就是父母 还有老师 好 父母方面就是 因为他是独一的女儿 那么父母当然是希望能够他 望里尘封啊 希望他考得很好成绩 但是不错 这个女生他知道父母的心是这样 他也很努力 很努力的 他是考得很好成绩 可是在UPSR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期待他考到全A的 连老师也说我们这一般一定要拿100% 全A的 结果考出来只有他一个是有两个是拿B的 后来这个女生呢 她面对很大的压力就是 她回去给妈妈打了一顿 就是说为什么你在最后一个关头考的这样的成绩 然后在老师方面呢 他们就埋怨了 就是因为你 所以呢 我们没拿不到100%的 那个准班 全A的 后来这个女生呢 一直到了中学 当然在中学求学的阶段 不是容易哦 在中学如果我们说 考到及格已经不错 但是她的父母还是抱着那个 要拿90多分以上的才能够满足他们要的 结果这个女生是拿不到 后来这个女生渐渐远变到不爱讲话了 而且她是有个手 她个手 个手 自杀 她自产 自产 自产 很忧郁 因为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就看到她坐在一个角落 后来我就开始注意这个孩子 原来她的情形是这样 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哦 是不是她这个孩子的压力 会来自老师吗 还是父母 或者是她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也有压力 嗯 那其实刚才说到这个 所谓的歌手自产呢 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 也看到一些同学会这么做 其实会做这样子的举动的时候 其实是最主要是来自什么原因啊 发泄 发泄 就 他们 呃 有伤害 最近我发现到连 我去 一个 一场的 讲座 有一个小男生跑出来跟我讲 连他四年级的小男生 也 也个手 那我就 问他 你能不能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要 个手呢 他说 我很 烦 他讲他很烦 呃 那我就 追问什么烦呢 他说功课烦 但是他觉得很痛苦 又没有办法可以解决 嗯 所以他就觉得 呃 个手 他这样子伤残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会带 给他造成怎么样的发泄方式 难道痛 他就觉得他忘了其他东西 还是什么样的理由 为什么选择性的是 割手 割他身体的部分来发泄 而不是选择其他东西呢 比如说可能运动 还是什么都好 还是丢东西啊 也行 怎么要残害自己的身体呢 但是我是觉得哦 这是一种啊 一种潮流的 潮流 对 因为你看 会传染 我们就发现到 有 有同学割手 我们马上要检查全班 跟甚至 其他班的 全校的 呃 学生的手 因为他一段时间有 他就 接着很多有的 所以我在想 有点像那个维特效应 我发现那个时候确实是 所以 然后别人看到 好像也会跟着 那还好去割自己 不是割别人吧 他会拿刀去割别人 他要割自己 对对对 他俩一种割刀画画的 所以我有点心痛的 就是为什么 他们选择这样 来去 缩解压力 还是 没有一个正确的管道 来教导他们 呃 如何 去解决 去缩解的压力 对 这个是我总是觉得呃 在我求学 呃 一直以来 好像都没有老师教导我们 面对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该怎样做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哦 台湾的这个捷运呃 呃 持刀砍人的这个事件啊 这个是不是也是类似呢 虽然他说他想干一件大事 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让他想这样子做 持刀去砍人 会不会和这种心态也是一样 是拿刀来割自己 但是那个就变成 拿刀去砍人了 不是他不是一种压力 他可能是另外一种呃 内心的变态嘛 呃 我们讲到这个压力这方面 我们知道这个呃 我们很多受还华文教育的孩子啊 呃 有没有听听到过就是前一段时间 这一两年来吧 那经常有人就是跳楼 对吧 自杀呃 发生在一些这个像拉曼啊 呃 这这这一类的这种学校 一个一个个星期还有一个嘛 对对对对对对一个小女生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哈 咱们呃呃蒙 读中了这个到温娘老师哈 呃其实呃现在的学生是不是真的 面对很大的这个学习压力呢 而且这这种这种压力呢 呃似乎是一种无法克服的压力 在我的经验中我觉得是压力是可以克服的 只是如果一个小一个孩子他选择用结束自己的生命 或者是做出一些可能刚才像我们的何老师所说的歌手 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并没有至少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压力 他没有想到有其他的方法 对他只是觉得我直接我只知道这个方法 所以我一直使用他就像我用何老师那个歌手那个作为例子 那么歌手他其实没有人教他歌手 有可能是他父母曾经有在他们面前歌过手 他看了他模仿学习就觉得有我有问题的时候我歌手就会好了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他他本身就有压力 他不懂什么情况下就可能不小心用刀歌一下 他就觉得啊我当下感觉到很有效这个方法 我非常的压力很痛苦 就像有些人他压力他就用手大力捶那个墙壁 可是他手他是不感觉到痛 因为他身理上控足以能够跟他心理上的那个痛 去做一个抵消 抵消 对所以他就觉得用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压力来的时候 或者我们愤怒来的时候 我们就歇斯滴里大叫一声这样子的哈 这对我有一次我也是我在我在路上的时候啊 我开着车我旁边还坐着人 然后我就突然就大叫一声 我把旁边的人给吓坏了 他说你疯了 我说哎我说施压的一种方法 就是你用大喊来施压 对对对施压 就是把这种压力给释放出去 释放掉 这种什么方式 你乱丢东西吗 我就乱哭吧 他乱哭 他主要是吃 他压力来了就就拼命的吃 所以看到我身材走 要知道我最近心情不好 压力太大 身材很容易出卖我的心情 是对 所以这个其实其实学生我们看到了 学生在学习期间 特别是上中学之后 这个考试的压力非常的大 学习的压力也比较的大 但其实这些 是不是他们这个年龄 应该所承受的这种压力呢 据我所知 从我学生的口中来讲 就是他们会面对 有学生是可以去面对 但是他们是觉得考试 还有很多的作业 他们要去做的他知道的 可是问题是他觉得自己 没有那个他自己的空间 例如最近我有一个学生跟我讲 我也告诉他 我说我要上天台 我讲这个主题 他说老师好啊 你可以把我的个案来讲 我知道妈妈要我好 她要我做工程师 女的 她要我做工程师 是妈妈是好意的 我也愿意接受 我也可以去努力 她不会觉得这样困难 但是会尽能力去做 可是当他面对到 有一些挫折 或者是有一些很疲累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空间 可以来疏解他自己 例如看电影啊 或者是逛街啊 喝茶 他不能 他不能够出去 所以这样类似的学生 在我遇到的 有蛮多的 蛮多的 他们都是被关在家里面 妈妈就说你不要出去 你什么也不用做 你就是好好读书 就把书去读好 但是你要知道 在成长中的孩子 都喜欢蹦蹦跳跳 嘻嘻哈哈的 所以他们也应该要有一些 他们这样的空间 来让他们去 但是问题是家长 我没办法 我要去工作 我怎么给你这个空间 对对对 你到空间 你一走出这个家门 外面揣废 那么那么忙碌 就是人潮 车潮都都那么忙 又不安全 然后你又交上不好的朋友 怎么办 所以这个也是个问题 我们的家父母都很忙了 如果是我来讲 我是建议 无论怎样忙都好 抽出一点点的时间 带他们去走走 你看这些学生呢 他们很容易吵老师 老师你带我去看戏 老师你带我去哪里 去旅行 甚至我去哪里 他们都想跟 所以你看 因为他们是已经 关在家里面很久了 我是觉得 他们是要有一个 适当的空间 让他们可以疏解一下 轻松一下 好像我们可能也是一样 但我最近面对一大堆工作 很多 压下来的时候 我都走开几天 好像现在学生不太一样了 会叫老师一起看戏 我们那个时候 好像我从来没有听说 对 跟老师会保持一个距离 最好老师你别来管我 我自己干自己的事情 但是现在学生 既然会跟老师走那么近 可能真的是整个社会形态不一样了 学生跟老师的这个关系 比跟父母亲的关系 还来更亲近 因为他们一天 你想象一下 花多少个小时是在学校的 但是我们以前 并没有这样子一个状况 即使上补习 你也不会在学校 都留那么久 你上课时间 可能也八个小时 然后就回家了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它不一样 那这种生活形态改变 是不是也造成 学生的压力大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就聊起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呢 就是在一个中学 国中 国中呢 就他本身是上华小的 那孩子 到了国中之后呢 一个女生 到了国中之后呢 他就越来越觉得 就是自己不想学中文了 学中文很麻烦 而且呢 在考试又拖累他的这个成绩 然后呢 一再呢 请求他的这个母亲 就跟了这个老师谈 就说 不要让我再 再学这个中文了 这样子 我专心学好英文就好了 就这母亲就很矛盾 就说 哎呀 你看这个咱们华人 你看不学中文 有点对不起祖宗 对吧 但是呢 你要让他学中文 那这他又是不是他 不是他愿意的一件事情 那那怎么办呢 是要压着他学呢 还是就是听他的话 跟老师说 呃 就算了 就他就不 他就 结果他真的去问老师了 老师了 也很同情达理 就觉得 这个校长啊 就觉得就说 你们自己看嘛 觉得要学 就学 不要学的话呢 也就不要勉强了 而这种态度 到底是对不对的 如果找了叶欣恬 如果找了叶欣恬说的话 对你要看是董董说了 不知道叶欣恬怎么来来说这个话 好 是 对 所以我问问这个吴老师 遇到了这种情形啊 这个家长要怎么办呢 他左右为难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方法了 要看那个家长到底是如何评估 到底孩子学中文这件事情 他的想法是怎样 当然家长都愿意孩子学好中文了 对吧 但是这个孩子呢 因为这个家庭环境的因素啊 周围环境的因素啊 他的英文是比较好的 他他习惯于用英文来表达 你说他不能讲中文吧 他是滑小毕业的 他也能讲中文 但是中文呢 总是不能够完全很自如的去发挥 很自如的去说 这个是他的一些的一些的障碍 一些问题 但是来到这个具体的学习中间 他就 他就是个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中文考不好的话呢 他就会拖累他其他的这个成绩 而且呢 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呢 去补习他的这个中文 所以呢 就是占用了他很多的这个时间 所以对于他自己本身小孩子 不想再学了 这个母亲呢 就非常的就担忧 就觉得不学也不对 学的好像也不对 到底怎么办 就好像我刚才说这样 其实要看家长 到底他是如果想 那如果他要求他的孩子 要去学中文 是不是因为他觉得 这是文化需求 所以我是华人 所以我要讲华文 第二 还是他妈妈 也是出去职场工作 发现到 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包括我是觉得 因为我本身中文也不是很好 可是我出去工作的时候 发现到原来中文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懂得中文不是简单的 只是口语诉说 有些人他表达一些意思 可能我们要必须要了解 如果我们对那个语言 非常的穷 怎么说呢 那个 贫乏 对 贫乏 我们就并不能够很好 跟他人沟通 所以就看到这样 到底他是站在哪个角度去想 那如果这样 就希望他以后出去生活好一点 工作职长方法比较好的话 他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呢 关键在于要学不是家长去学 要学是他这个孩子要学 家长怎么愿意学 孩子不要学 他还是一个问题 其实应该也不难解决吧 那就朝他有兴趣的方向去发展 那就行了 这个他有兴趣 这个孩子啊 他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孩子有兴趣的是华兵 刘兵吧 刘兵 刘兵就有兴趣 刘兵可以有出头天啊 就华氏刘兵 但是刘兵他首先就提出一个 最最最主要的条件 我要去刘兵 他说你去刘吧 现在三维 三维有这个刘兵的地方 the curve也有刘兵的地方 对吧 但你去溜吧 但是他说我刘兵 我给要一个好鞋子啊 刘兵鞋啊 对不对 那你那那那买吧 他就马上就把这个 那个iPad就拿出来 你看看 这就要这样子的鞋子 一看150美元 一双 但是说这这不是今天的人有能力 150美元 就是500美元也有能力买 该买还是不该买 这又犯愁了 这这家长又在犯愁这件事情 我倒觉得说可能是看家长本身 他们要求是什么一样吧 我我自己身边有 有一位亲戚吧 对不对 他的孩子呢 其实挺有一些体育天分的 就是让他去学游泳啊 这样子吧 那学的成绩还不错 就是就是说游泳 但是他们有一个谈判 就是他这个小朋友呢 他很喜欢要去做这个运动 那他他母亲就跟他谈判了 就说好啊 我可以给你去学 但是呢 你必须把成绩搞好 那如果你小朋友 你自己给他自己选择 然后他答应了 行啊 行 好 那就那他妈妈就说 好啊 这是你说的 我要你去学 但是你要确保成绩 不要落后 不要太高 那小朋友真的是做到给他 但是到有一天过后 那小朋友突然觉得说 哎 这个游泳挺累的 每天要这样子去学啊 去学啊 那他他自己放弃了 他妈妈也没去管 他就说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你要学会为这个选择 来做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这个小孩子 他就有一个天 有一个天性 就是不断的有新的爱好 然后就不断的放弃 但是我就 两天有新的爱好出来 两天又放弃 但是可能可能就是 另外一个态度 可能父母要关注 是不是要加以 所鼓励或者输导 但是我很好奇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哎 好像这个压力啊 是父母给的 那我很好奇说 这个父母啊 从过去 像老师您的教学生 从过去的父母 到现在的父母 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类型或者是要求 或者比较开放 或者是 我是觉得 蛮大改变的 好像我那个年代 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说 你要考A啊 你要考100分啊 一定要100分啊 考不到我就回来 打你一轮啊 没有了 何老师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 原来 我的父母跟我讲 精灵的能力就好了 精灵的能力就好了 这次考不好 没关系 下次考好一点 他会这样的 但是 现在你看呢 我试过 我接我孩子放学的时候 站在 那个父母堆里面 他们嘴巴 嘴巴里面挂的就是 我的孩子 补多少位补习老师 我的孩子 要考多少个A 他们的要求是这样的 我听起来已经很压力了 补多少位补习老师 这个已经很压力了 对对对 他们一三五 一位 然后二四六又一位 然后礼拜天 可能又什么拉丁舞啊 又芭蕾舞啊 又其他 其实这个差不多 从我那个年代开始的 父母已经是这样子了 我不知道说 因为现在如果说 再推更新一代的 像现在当下的 这些妈妈 可能已经相当 比较年轻 他们这一派 会不会有比较开放的想法呢 还是反正更走向保守 更加觉得说 要求更高 他们会要求很高 而且是 我有些孩子 因为输不起 输不起 对输不起 会不会是因为 现在成为家长过后 现在家长的学士也比较高 因为他们读的东西 就读的书也比较高 他们就会对孩子要求 反而更高 反而是像早期的 父母亲教育程度不高 就对孩子 也不懂要怎么去要求 就没有这样状况 对对对 也是跟着这个社会的竞争力 越来越越难 越来越高 所以他们也更加地担心孩子的办法竞争 对对对 但是我是觉得在知识方面 当然父母是有要求 但是我们要看的就是那个孩子的本身 有些孩子是可以的 好像有些孩子呢 他会好像那个女生这样 他妈妈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 他会努力的 其实他也是从国际学校转过来的 他也很努力学华语 你看哦 他我年头教他的时候一句都不会讲 我只是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他掌握得很好 他说我问他为什么 你这么快就可以掌握 因为我知道这个我以后长大 以后过来工作 可能可能我会有用到 所以他就很努力去学 那这个是他妈妈要求他 他是可以做得到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 现在的父母是忽略的孩子那个情绪 他们孩子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 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可是在这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父母能够有注意到吗 还是我们有对孩子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刚刚相反的 这个孩子很会运用他们自己的情绪呢 要逼父母就范 就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我这孩子一不高兴了 就说我要求比如说 我要求这个不要学华语了 我要求自己的母亲去跟那个妈妈 去跟那个校长讲 你如果不跟校长讲 你不讲我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 我不出来 你叫我也不出来 叫吃饭我也不出来 我就看你饿多久 对就慢慢就就范了 他父母亲不是我 是我他对死得很惨 你别把话说得那么绝 我给你讲 当自己有孩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但是我在想到 会不会也是有两极话 像刚才说的 这孩子给自己压力很大 但另外我昨天刚好遇了一个朋友 他本身也是当老师 不过是当大学的老师 他说现在的孩子挺难教的 他就说 有一天有个学生就没有来上课 他就问那个学生 为什么你没有来上课 他说下雨啊 所以不来了 很好的理由 这个理由可能在某一些地方 是可以成立的 比如说如果 在吉隆坡大盐水的话 你怎么来上课 还是在观山大盐水 只是下雨 他说那你可以撑伞啊 然后他就说 撑伞还是会湿 所以就不来了 就变得说有两极的 可能另外一部分的 就太舒服 太安逸了 对 所以就变得说 那个度会不会很难拿捏 到底孩子可以承受多少压力 我是觉得有时父母也要站稳自己的立场 好像 例如 比如来讲 我对我的孩子 以前吴老师小的时候 他们是有一点点伤风 不是很严重的 那孩子可能有时会 妈妈我不要上学了 但是我说不行 这不是很严重嘛 一点点伤风 你一定要去 我就是站稳我的立场 或是他要买的东西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要买的 那我就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说不能够买 我也会告诉他 我不买给他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父母亲也站稳他的立场 他们立场就是要疼他 宠他 这个是他们立场 对没错 我绝对相信每个父母都疼孩子 爱孩子 可是有很多时候是方法是用错了 尤其是在 我有一个朋友 昨天在我那个facebook上 就他贴了一个帖子 他说他就告诉我 就是没有上过华晓的这些孩子们 和他们的家长 基本上是指的都是有足的孩子家长 他就告诉他 他贴了21条 就是华晓里面的学生的遭遇 就包括了要挨藤条了 挨鞭子了 打手板了 之类之类的 这些事情 然后作业做不好 要拿去改了 就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训话了 等等等等的 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事情 他是说的 他过去的这点经历 但是呢 那么残酷的 这个对学生的这种压力 那个时候的学生居然好好的没事 而且的这个这个学习还非常的好 那今天你敢吗 今天你敢就是拿这个藤条 对着这个小屁屁上面抽吗 你明天就上报纸了 对 明天就上报纸了 这是老师压力 对 但是呢 这个小孩呢 仍然不能够像过去的孩子 那么样子认真的学习 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对于这个孩子 过于溺爱了 对 我是认为 胡老师呢 胡老师是从溺爱中长大的 没有啊 没有 我觉得我的我的母亲 一是何老师 他给我一个很大的教典 就是他供应我所 我学生上所需要的 可是他没有供应我想要的 嗯 今天你要分辨你是需要 还是你想要 嗯 你想要你看到 啊 那个同学还有一个iPhone 5s 我也想要 妈妈可以买给我吗 嗯 嗯 这是想要 小朋友什么会分辨 现在你在这个学校里面 你不拿一个 smartphone的话 你是 你是孤儿 你没有 对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压力了 对吗 他又变成一种压力 就所有同学都有iPhone 5s 你只有你没有 你还用这种 啊 什么Nokia的Sansa10 这样子 对 如何承受这种压力 你他们不认同你是他们的 对 一分子 对 那就是一个压力 那这种压力是谁给的 是咱们社会给的 还是学校给的 家长给的 到底为什么非要承受这个压力 我拿了这么一个美丽的 多功能的这iPhone 我拿到学校去了 对不对 还不能用 还不给我用 对啊 还指定我必须在什么地方用 什么时候用 但用只是用来玩游戏啊 你给他玩游戏 那我用来查字典 可以吗 可以 但是你要有查字典就行啊 我用来查资料 那就把所有的游戏 全部卸载 可以吧 就是字典可以上载 不不 我放在那不代表我就用了嘛 你放在那里一定用 可是感觉上是社交比较多了 感觉上就是从校长到老师 从来就不信任我们 对不对 你不信任我们你把我们骗在学校来干什么 那就不来啊 算了 对不对 感觉上 你你你你我们都我们都来学校就是未来学习的 你这点信任都没有 你骗我们来干什么 不是这样子 这个这个东西呢是有没有信任是看他有没有做到 如果是他就他就break了那个 不我他刚刚第一次拿出来你就让人没收人家的那你让人家你至少要抓他抓现场十次 你在十次太多了这个你根本是在纵容这个学生了啊你只能够抓一次一次就不能够了不不在我们我们职场上我抓了20次他还不改呢 职场上和这个学生是一样的吗 对对对我们我们职场上有人迟到迟到了一个月他还不敢 这是个性 对对对这是个性 但是学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嘛 对对对 怎么说了好像是说我 变成说我了 我当时很好奇说到底什么样的方法适合这个年代的孩子 你看我记得当时我美国就出了一本书哦 是个妈妈叫虎妈 她就是用很严厉的方式 是个亚洲裔的妈妈 她就说又怎么严厉的 结果教出了很优秀的孩子 然后都是读那种名校啊等等的 但是我们在看另外一个例子啊 就是那个Vanessa May 我们知道她是一个那个小提琴的天才 她就有说到她小时候是妈妈怎么逼迫她 学小提琴的 然后呢就当然把她逼成才了 也很红 周杰伦也是被逼出来的 但她也就很红 但是可是呢 这个又造成最后她跟妈妈的关系是决裂了 因为她很想学那个 应该是溜冰还是那个滑雪的那个运动啊 后来呢她就跟妈妈说我放弃了 就跟你断绝关系 然后她自己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就去做这个滑冰的这个滑雪的这个运动 还甚至代表泰国去参加 应该是冬奥 谁啊 Vanessa May 后来故事就出来了 到底说到底有的时候会觉得恨铁不成钢啊 可是终于真的成才了 可是是不是他们想要的呢 这个有的时候也很难去去衡量是吧 要使那么教育 我是觉得对待孩子呢 我们我非常反对 就是编哦 就是我要拿编 不要编就抽啊 我是觉得我们孩子就好像风筝一样 有时我们要放松 有时也要拉拉 把她拉紧 有要放要拉紧 但是不能够完全的放了 那么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哦 在从小里面呢 我们就是要多跟她沟通 多跟她在一起 我们要了解的 这个孩子到底他是在哪一方面的 这一点很重要哦 因为现在的父母之所以难以沟通 是因为他们都太忙了 每天早上就一早出门 然后回来 有些晚上才回来 所以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那么以前我们 就好像我以前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 我们三人在一起 那么我可以了解到 我这个孩子要的是美术的 我大儿子要的是美术的 而这个小儿子呢 其实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找到他的方向 他要什么 他没有找到他的方向 其实我感觉 何老师 吴老师 我的感觉是 我们马来西亚人 特别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掉入了一个陷阱 掉入了一个迷思 我们讲 咱们要么呢 咱们吃中餐 要么咱们吃西餐 对吧 现在咱们呢 是中不中西不西 你要么 你要么就用虎妈的这种方式 严厉的用这个中国人 历来就是严父慈母 对不对 用这样子一种教育的方式 该拿边抽就拿边抽 这样也能够教育出来人才 但是你要么呢 你就像西方那样子的 就是说 我给你100个percent的这个自由 让你完完全全的自由的选择 我从来不 不用什么压制的方式对待你 只用启发的方式对待你 那现在的这个 国际学校里面 他的教育方式 不用填鸭式的 用启发式的教育方式 而我们这边呢 却用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你用填鸭式就填鸭式吧 还不行 你还要把西方的那一套 所谓的这种心理学 什么东西 全部引进来 你要对对这个学生 小屁屁也不能够打 也不能够吓唬他 也不能够就是 呵斥他一下 骂他两句也不行 什么都不行啊 结果呢 他出来什么也不是 这叫中西合并 就是结果出来就什么都 就四不下 所以可能我我我个人的看法 也不一定是对的 只是我我是这么讲的 因为现在我们觉得 给他压力也不是 不给他压力也不是 他他现在 而且他就是 就牵着你的鼻子走 孩子现在牵着家长的鼻子走 是逼比皆是在马来西亚 可能也是因为像刚刚和老师提到 就是说家长可能是出于每天没有时间 那他们是出于一个内疚的心态 所以呢 只要孩子要什么 我跟你讲 你看中国过去三十年代穷瑶的戏里面 哪一个父亲是天天赖的跟孩子在一起 你说的没错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崛起了 你看土豪有多少个土豪在那边 对不对 孩子要的东西 iPhone 这个东西没用了 我要给你什么 我说不给就是不给 你问过去的父亲说 iPhone等你二十岁吧 你不想不到二十岁 你不要想iPhone这件事 所以我就说 有时候父母我们要降低立场 应该他要 就是说他需要的 我给 可是你要的 我是不会给 但是你是基于自己的 那个判断来衡量需要和不需要 刚刚恩茨也说 就是说那个像维莲莎妹这样的例子 他父他母亲觉得 他需要是学这个小提琴 但是他自己觉得他不喜欢 他需要的是学这个滑雪 那为什么你不给他去学 对呀 就是他母亲觉得 对呀 所以母亲觉得 是以母亲的标准来看 他从来没有去问孩子 你是否喜欢 他应该要问你的孩子 你是否喜欢小提琴 对呀 有啊 我那朋友的孩子 叫他学这个钢琴 对不对 他也挺有天分的 学钢琴也挺有天分的 那乐理老师 钢琴老师都觉得他很有天分 可他自己呢 就不喜欢 他也 他不太喜欢 不是说完全不喜欢 还有更喜欢的 他用这件事情 咱用这件事情 就要挟父母 要挟大人 就说 我学钢琴 我今天告诉你啊 我都是为了你 为了你 我才学钢琴的 对吧 你将来 你让我学钢琴的话 你要把iPhone iPad 全部给我准备好了 我才给你学钢琴 这可能有他的标准 对 你放在那 我告诉你 我马上就考及格 你不放在那 我告诉你 我今天去考 明天回来就是Phil 你可以介绍你的朋友 孩子进了一个党了 我觉得 你需要这种人才 可能明天需要这种人才 所以你看 何老师 我非常同意 现在孩子是越来越聪明了 对 越来越聪明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压力 你就学习压力啊 或者什么都好 这个是应该什么呢 这是应该这个孩子跟家长 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 要有一个有某种程度的默契 某种程度的这种融合 你要懂得怎么样去理解和疏导你的孩子 这个孩子呢 也要怎么样能够就是 来 来跟这个父母做一个磨合 当然你有你的小信仰 我知道 你想要一些东西 那有聪明的孩子 他想要的东西 他就甜言蜜语 就把父母给折倒了 我觉得现在更需要学习的 应该不是小朋友 而是父母 要怎么当一个 称职的父母 小朋友快 要称职的父母 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 妈妈以前怎样教我 现在就怎样教孩子 其实是错的 因为以前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 我实际上鼓励就是父母 你当你要准备有孩子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学习 因为父母是一个启蒙老师 也是你孩子的偶像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 他以爸爸妈妈为偶像的 爸爸怎样做 他就怎样做 妈妈怎样做 所以当爸爸的就给要延劣 严厉 因为英雄 给人家看起来都是要比较严厉的 当然也要和蔼了 对吧 这个严父慈母的年代 可能现在已经转换了 比严母慈父了 我觉得都是24校的父亲 反而是妈妈比较严 妈妈就变成越来越独了 我是觉得 在这点我要想强调 就是如果在两夫妻 教养孩子方面 要一致的 例如爸爸说我要用我这一套 或是严护的 那么妈妈 你就要认同爸爸的那一套 不是应该一个扮黑脸 一个扮白脸 有时候我是觉得 例如说爸爸 他要求爸爸买iPhone 那么爸爸说不可以买 我们经济的利益也不是很好 那我买不起 那么他可能就会跑去求妈妈 如果妈妈不跟爸爸一致的话 他要求妈妈买了 妈妈买了 哎呦很烦的很烦的 买给他了 何老师让我 我只做两件事 一件事呢 一个耳光 就是一个耳光 没错 他就知道了 第二件事呢 两个耳光 第二件事就100块钱放在兜里 给你 拿去 你想看的iPhone 200块钱怎么 不是iPhone iPhone就给iPhone 就是我觉得你表现好 听话 今天我开心 拿去 100块钱 但是会养成小朋友一个心态 就是需要得到一个奖励 就是做一个东西 你再多说两句 一个耳光 就做两件事 当爸爸就做这两件事就行了 啥事 啥事 当爸爸多便宜 多容易 就有两件事就有两件事就行了 就我告诉你当初骗你妈妈就是这么骗过来的 所以我们看回来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他们的压力 其实压力可以有好也有不好的了 也有可以成为动力的 在我小的时候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什么压力的 但是我家里面是非常很穷很穷的家庭 我会担心的就是我会担心哦 有一天我可能没有书读 因为我很爱读书 那么我不知道那种是不是叫压力 可是我会很努力去拼 会把这个成为我的目标 就是说我要努力 我要把成绩考好 这样可能我会拿到注水金 我可以继续再读书 我小的时候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教导孩子的 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 孩子现在不懂得竖解他们的压力 他们利用创墙 抓自己的脸 或者是割手来发泄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的生命 所以现在我在讲座里面 我常常强调的生命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生命的重要 还有你在面对挫折 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应该怎样求助 这个我们要从小 从他能够理解 那天我跟四年级的讲 四年级我开始教导 我们用最简单的 先让他们知道生命的来源 生命的重要 当然我们也要让他知道 在你学习的过程里面 你有可能会碰到 怎样的问题出现 所以后来到最后 我们结尾的时候 孩子跟我讲一句话 就是他们抱着我跟我讲 老师我们终于明白 生命的重要 我们不要自己伤害自己 他们会收到这样的信息 想问一下吴老师 在学校里面的这些学生之间 在学习上面的竞争 会不会很激烈 据我学校来说 他们的竞争真的是很激烈 不过他们的压力来源 并不是因为成绩 而是社交 社交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比iPhone 还是比电话 就是 可能你在班上压力 就是竞争 竞争就是 如果你觉得 你在班上里面 你本来是地名的 你从小学的时候是地名 可是你来到中学过后 因为 你就变成了中间 或是变成最后 那这样子的话 就对这个孩子来讲 哦 惨哦 就是为什么 我之前拿地名 我来之前学校过后 我就拿中间 或是最后一名 对 他给自己一个压力 就是说 啊 我可能已经差了 可能我已经 能力方面已经缺乏 或者是我比不上他们 或者是怎样讲 他就会产生一种压力 在他心里面 这是其中一点 然后呢 还有什么压力 就是 他们的社交 会出现问题 就是他们进去 读书太厉害 可是交不到朋友 EQ方面能力缺乏 所以他们不懂得交朋友 他们只懂得读书 可是不懂得交朋友 可能就是他们EQ方面 人际社交没有这样容易 你说指的交朋友 是一个班上的同学之间的朋友呢 还是校外的朋友呢 都有 就是自己的同学 或是校外朋友 通常他们 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 都在学校 如果像我这种 比较帅的 就会比较 比较好 不一定 真的 你应该不一定 那看班上的理通学 有没有忙 对不对 如果全是眼瞎的 盲人学校 可能 是 不一定 那就是 你那通常障碍是在哪里 那个点 就是他们 可能有些学生 他们从小 他们在 因为他们 他们从小就被校长保护好 很少去体验一些户外 或者是任何信仰 我觉得也可能是在教育程度 教育方式方面呢 并没有 像你说的第一个点 他们会有一个比较的心态 那这种比较心态 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要让他们明白 他们做的一些东西 并不是为了跟人家比较 还是怎么样 而且也要了解到 一山有一山高 你总不可能永远都站在 那个位置上 对对对 但是交朋友 这个障碍是在哪里 就是不太会跟人家 天生的吧 我看 有些人是天生的 我觉得是整个的 这个成长环境的问题 成长环境 从你在小学里面开始 你就不太的接触 一下课 家长就给接走了 又没有更多的时间 跟其他的同学在一起 玩啊 沟通啊 都没有 接回去了 接回去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这个周围的生活环境 也不一样 不好像在过去的时候 你在一个干绷里面 也好像在什么 一群小孩子 大家都在玩 在花园里面也是在玩 现在回去也不出来玩了 就就被父母就锁在家里面 对吧 最多的情况是 你还有亲戚的话 跟亲戚的孩子一起玩 就没有跟周围的孩子啊 这么这么一起玩 所以他就没有这种这种沟通 沟通的这种经验 可以说他没有这种 跟人家交往的这种经验 我说的也倒是 我倒发现 发现现在好像 比较年轻的这一代 确实有些比较多 这种很难跟人家沟通 或者没有办法 很好的跟人家沟通的 其实这种弱势 一直会带到什么呢 一直会带到你 到进入职场 是 最近你会发现 很多年轻的人 他来到你这 他不会说话 他不知道 要怎么跟你表达 也不单止这样 你都他说话 也不说话 这个才奇怪 他们最基本 有时自己的表达 也不能表达能力 其实学校方面 你没有注意到 这个问题吗 有什么好的方式 能够促进他们 之间的这种交流 因为我在一般的 现在学校 他们会发现到 尤其是如果是那种 好像我学校比较是 学生都是高数字 就是读书非常强 可是我们非常担心 是他读书强 IQ高 可是他EQ高不高 我们非常担心 所以我们学校 会特别安排辅导课程 每个星期一次的辅导课程 上一些生活技巧的东西 其实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最好的方式 你们找一个 找一个日期 把这些孩子 直接丢到国中里面 让他们混一个礼拜 他马上就好了 回来他 我想问 就是这种辅导课 是强迫性的 你要他们上 但是为什么 学校没有课外活动的吗 我记得我以前 挺多课外活动的 我们全部人都在搞课外活动 所以关系都很好 那有课外活动 怎么不能让他们 有这个社交呢 他圈子不能扩大呢 为什么呢 那我发现一个情况就是 有些学生他很活跃在他的活动 当然如果他很活跃在他的科外活动的话 他人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他有些并不是很活跃 他只是读书 然后去活动 混日子 混日子 就是出现然后没有人知道 他原来是有这个活动的member 出现有出现 因为我们学校非常强制他们 一定要 这叫幽灵 不是 这课外活动的里面 在成绩里面占一定的比重吗 有 就是他如果他不及格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他身半 影响到身半 如果再把这个比重再拉高一点的话 会不会有所帮助呢 他已经是很高了 就是他已经是跟那种学科是平等的地位了 那那些家长有没有告诉孩子 你应该积极的去参加课外活动啊 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学校学生是非常积极 就是在大家学校 大家不想回家 然后想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我又不用带他们去 有人看管 在学校就安全了 有个状况是你说的 他们出席口号动就不说话 在那边像个幽灵这样子 那等于没有去交际啊 也没那个作用 是有一个一些评分标准是 你来参加 你就必须要有一些合群 在学校上课的过程中间 有没有经常有讨论啊 大家轮流发言啊 这是大家围在一起坐啊 还是只是老师说完就下课 就算了 就算了 这还添加没什么分别吧 这是要看每一个老师 他们的自己的风格 教书的风格 有没有机会我申请做个老师了 你不要误人子弟 其实大家好奇 对你说的这一些辅导课 给这些学生 就主要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跟他们做这方面的舒缓 或者是去学习呢 有些学生 他们说他们非常喜欢辅导活动课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不用上证课 第二他们是玩 玩就是一个很好一个抒发自己的 那个紧张感 你玩的时候你就会忘记这种紧张东西 然后你就会转移你的思绪 然后去放松自己 当然有时候我们非常压力的时候 非常紧张 其实只是需要一小小的休息 我们就可以持续的 再继续的重新出发 那是一个舒缓作用 对 舒缓作用 我记得 我记得我以前中学的时候 确实有一堂辅导课 小学校的中学 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开心 像你说的就是不用上课 然后大家都在自行 在玩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是没什么作用的 来这个东西 到最后学校把那个课抽起来 因为浪费时间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做什么东西 是不是自己玩自己的东西 对的也没老师来辅导 还是怎么样 没这样子一个状况 你们那应该是有一些老师 对我们是有老师 真的有一些部分 当然我们也是有一些老师 我都这样认为 辅导课做什么的 玩罢了吗 为什么不要让他们学习呢 为什么不要上数学呢 其实辅导课 它并不是一个短期里面 马上见笑东西 它必须要一次用到很长时间 你不能够说 它当场做辅导课 它第二天压力解决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我懂得做人 它必须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我觉得 我觉得在某个意义上 要培养那个 朋友 小朋友们 那个对知识 吸取知识的兴趣 如果他觉得 对数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话 他学数学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语言也是这种状况 如果你看 那个孩子 如果他对学中文有兴趣的话 他根本就不存在说 老师 我不要学中文了 这个问题就肯定不会存在 所以是不是 现在很多学生 就是学习上学 是为了 为了我爸去上学 为了我妈 我上课是为了你的 那种说法 对 就是是不是 觉得一进到学校 我就 我过去一到学校 就很开心 为什么呢 今天我又有新的知识 又可以 又可以学新的东西 我去学校是去玩的 我开心是因为 是去玩的 是吧 所以是一个心理建设吧 现在孩子没太多时间玩的吧 上课 可能他书包都比人还重 其实我是觉得 很多父母误解的 以为玩 学不到东西 其实玩 也可以学到东西的 就是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还有沟通 刚才我们所讲的沟通 还有游戏的规则 我们要服从 这些都是要学习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现在有些父母是 他反对他的孩子 去参与校内的一些 什么营啊 或者是培训营啊 什么营会的 因为他讲你去来做 给钱去玩 但是我告诉你 孩子很多时候的改变 都是从营会里面的 去改变过来的 就好像那天 有一个小男生 他跟我讲 他要做电脑专家 可是他觉得自己没有用 因为在家里面被关 在家里面 我要参加一些营会 参加什么 父母不给 父母说浪费钱 浪费时间 学不到东西 所以这个孩子就很痛苦 所以我是觉得 有时我们可以让 如果在课堂上 能够控制得到 有时我也会让学生 在一种欢乐的气氛之下来学习 就是不一定要死板板的 拿着那个书本 例如好像我教国际学生华语的 我可以用一套影片 我给他们看华语的影片 看完了以后 他们要用华语来表达 他们的感受 或是有什么疑问 你要用华语来跟我讲书 这也是一种学习 而且学得蛮快的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以最终的成绩来表达 这个是个优秀的学生 那个是比较笨的学生 用这个 其实往往应该不以这种方式 应该以这个过程 应该让这个学生享受他整个学习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有分班制的关系 如果你不以成绩来做一个衡量标准的话 你到最后怎么是知道他的学习的结果是什么呢 当然你也不一定的 应该说他可以作为其中一个标准 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 但是你看好 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大蓝图里面的改革 就不完全以这个成绩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了 他包括你的attendance 你的课外活动 还是老师对你的评语啊 其他对你的评语啊 就把综合的这个方面给你一个一个评价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我们把这个眼光放个国际平台上来看 先说中国 中国方面清华大学或者是北大 这些大学他们录取的这个标准 也是以成绩为第一标准 其实都发生这个问题了 其实都发生这个问题了 因为现在在中国就是第一类的大学 都是清华北大这一类学生 这些学生进去之后 有相当多的就成绩非常的 对 拔尖的 拔尖的这些事 但是他们出现了很多的生活上面的问题 就是生活白痴 生活的范围问题 沟通上面的问题 这些这些问题使得他们的最终呢 都不能够在职场上面 进入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 都在一个层次上就止步了 但在在外国面 美国方面嘛 或者是英国方面 像剑桥还是哈佛 他们也是同样的以这个标准 但是初来学生却非常出类拔萃 美国的教育制度跟我们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他从小学中学开始都是用这种启蒙的 就是思考型的这种方式去教育的 他他完全不一样 他呃这个他的自由度也不一样 而且他的压力也没有 完全没有这样子压力 我们的学生的压力是非常的强 我我跟你讲 我到新加坡去的时候 我看很多中国的优秀的学生 在新加坡的这个大学哈 进去之后都在新加坡的这个大学里面 都是把尖的 但是在新加坡社会里面呢 却不能够很自如的生活 啊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学术上面 是打尖的 啊 因为他们耗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去在这个方面 但是在社交方面 在运用这些知识的方面 确实落后了 嗯 所以有很多时候可以看到说 在一些教育啊 或者是 呃 就是塑造一个孩子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的挑战跟一些变化 呃 很多时候我也觉得取之于呃 老师跟家长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呃 孩子很多时候 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天性 但是很多时候是靠 学习跟模仿回来的 那现在的这个社会啊 还有父母面对的挑战 我觉得父母的挑战 其实也越来越大 对 身为教育工作者的 呃 挑战也是很大 其实我 我觉得 我觉得教育中间有一个东西 可能大家都忽略了 以前 大家是不忽略的 这过去在中国的历史上啊 没有学校是有的私除 那私除呢 就是一个老师大概对最多 二十到三十个学生 就没有再多的这个学生 在今天一个学校是几千个学生 一个一个班上的老师要对三十四十个 四十个 四十个这个学生 而且这个老师呢 这个老师呢 他同时还要教好几个班啊 就是出现这样子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就使得呢 就是老师和家长们和我们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看法 就认为就是说啊 用一种方法就能教百种人 其实是不可以的 其实应该的正确的做法呢 是一对一的做法 就是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是什么样的程度 就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教育他 但是这个需要需要比较大的经费 有一对一就像补习嘛 补习很多时候是一对一 那状况又不一样啊 是你可以聘请一个单一的老师来教你 我只是说一个概念 我这概念当然可能他需要像你所说的 需要一些经济上面的这个支撑 但是你你家里面也是这样 你有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其实性格都不一样 而且他的程度也不一样 那你用一个方法去对三个孩子的话 你一定是个失败者 你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对不同的孩子 给予不同的这个英式力导 不同的这种教育 我们也非常认同 对那最后看说和老师跟吴老师 有没有最后要想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最好是给父母的或者是给老师们的教育 就是身为教育的一代 有什么希望可以分享的吗 我觉得就是教育下一代就是不要 就是不要因为读书而剥夺 许多孩子可以学习的机会 我们生活上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例如墨地墨窗做家务 他也是个学习 就是外面跟大人沟通 跟妈妈一起去菜市买菜 都是一种学习 都是一种经验累积 他把这经验累积起来 你孩子以后就会长大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 生活教育也很重要 对生活教育 就是让孩子探索不同的东西 让他们以后面对压力的时候 他们知道要做什么 就是扫地 马蹄 挺好的 家里就干净了 那吴老师呢 其实我的看法也跟他一样 学习不是只是拿着课本读书 学习是打从我们在妈妈的母妇里面 我们已经开始学习 我们学习听啊 学习辨认父母的声音啊 那么我们在每一段年龄 我们都有不同样的东西要学习 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身为父母的 我们要告诉孩子 我们学习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责任 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责任 我们在不同的年龄 我们学习不同样的东西 甚至我现在都可以说是 已经孩子长大了 那我是不是不用学习呢 不是 我要学习以后怎样跟我的孩子相处 怎样跟我的儿媳妇相处 怎样去跟我的孙相处 这些我们都是要学习 所以我们要从小让孩子知道 学习其实不是一个沉重的压力 学习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希望能够呼吁一下 我们怎样忙都好 还是要抽出一点点的时间 来跟孩子在一起 或者吃一餐饭 或者是能够陪伴他们 读书也好 怎样都好 陪伴他们走过成长的阶段 而不要忽略了 以为把责任交给了学校 孩子就能够健康成长 其实孩子最需要的还是父母的关爱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父母跟孩子之间 还有老师之间的关系 是息息相关 互相影响的 对 互相影响的 因为教育不是单单只是老师 而是父母要跟老师来互相的配合 才能够把孩子叫好 所以也是大家一起在学习 不管是老师父母还有孩子 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成长 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 刚才我们也附列的提一下 就是我们从小要关注孩子的 就是以正面的思想 正面的观点来看东西 而不是每一样东西就以负面 比如说这样东西还没有做之前 他就讲我不能了 我承受不起压力 可是你没有试过 你怎样是不能呢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思想 也可以影响孩子一生的 父母也应该要有一个正面的思想 多鼓励孩子 多让他们去接触任何东西 例如一些学习上的活动之类的 有时他们跌倒是会有的 但是跌倒了 我们只要把他扶起来 再鼓励 受伤了帮他查药 然后再出发 这才是成长的路 一起携手 走这个人生的漫长路 好那我们今天呢 非常感谢就是何老师跟吴老师 今天在节目跟我们分享 那如果在这个生活中 还有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些 点点滴滴 好感谢老师们今天分享 谢谢你们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了 好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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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